嘿大家好我是悟空 那今天视频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台来自station pc的极客迷你小主机 ok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首先呢 是一个station p2的一个说明书 哦 它配了一个遥控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说明书上有一个遥控器 好 那这个就是它本体了 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超级迷你 超级小 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小的一个迷你小主机了 还是老规矩 先看一下接口 那么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两个千兆的以太网接口 HDMI2.0的接口 这边当然就是dc输入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wifi天线 那这个小主机是支持wifi6的 那这边是一个电源的开关 一个type c的接口 这个type c呢 其实也是带otg功能的 然后这边呢 同样是一个串口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tf卡的插槽 还有一个音频输出 所以说这个小主机真的是 是麻雀随小五脏俱全 好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那这个就是wifi天线 还带了一个遥控器 那今天我之所以开箱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小主机呢 也是可以作为影音系统的 一个24把的小电源 然后它这个接口跟软路由的这个接口 应该是一样的 通用的 那这边呢 它还附赠了一个HDMI的高清线 还有一些螺丝和工具 那这边呢 是一个type c的数据线 那一共就是这么多 好 那我们马上拆机看一下 好 那这边呢 把四个螺丝拧掉之后呢 就非常轻而易举的拆开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带了一个512GB的一个 2.5英寸的固态硬盘的 那我们再继续拆 好 那现在呢 我就已经把这个2.5英寸的硬盘 拆下来了 那后面呢 就是它的排线的位置 据理来说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边呢 它还是保留了这个 GPIO的这个接口 两边都有 然后同时呢 这个地方还是可以 加装一个M.2的固态硬盘的 那有的人可能会好奇 说CPU在哪里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被动散热的方案 所以说它的这个芯片呢 必然是在主板的另一侧 那这个呢 就不给大家拆机看了 大家可以看 视频右上角这个图片 那这台小主机 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些小主机 可能不太一样 它并不是一个 X86架构的CPU的小主机 而是ARM架构的 那据理来说 它CPU型号呢 是RK3568 那熟悉这个电视盒子的小伙伴就知道 那其实RK3568呢 也广泛的应用于电视盒子 所以今天的视频呢 我可能还是着重于 讲一讲关于它影音方面的体验 当然了这个小主机绝对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客厅的这个影音系统 它也是可以安装其他的系统的 比如说Lineas的无邦图 还有这个游戏机的这个系统M-Leak 或者是软路由系统OpenWT 这些都是支持的 甚至还可以支持这个华为的鸿蒙系统 当然这个鸿蒙系统 我看了一下 目前还没有提供下载 可能是在开发当中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它官方的这个wiki文档 看一看相关的教程 有人就说了这么多的系统 你是怎么运行的 它是支持多块硬盘的 它支持M.2的固态硬盘 也支持2.5英寸的固态硬盘 就是说你可以将不同的系统 安装在不同的硬盘上 当这个小主机开机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选单的 在这个选单里边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硬盘 从而选择不同的系统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把这个小主机 放在电脑显示器旁边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小电脑 当你把这个小主机 放在你的客厅C位 比如说放在你的电视柜上 其实它就变成了一个电视盒子 也就是说它主打的是一个 多合一系统的小主机 有这么一个概念 这么多的系统 我一个视频肯定是讲不过来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是一个电视盒子 自由的人 开个玩笑 我对于电视盒子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我着重的讲它 主打的一个系统 叫做station OS 好 刚启动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OS的bootloader 就是系统的启动界面 你可以在这边去选择 你想要的系统 如果只有一个系统 这边就显示一个选项 好 整个的开机过程 我计算了一下 大概也就是十几秒的时间 进去之后 就是这样的一个主界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外观设计 还是比较简洁大方的 主页上有大概六七个图标 都是非常醒目 然后这边是我的应用 打开之后 就是你机器里面安装的所有的应用 回过来再看右侧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 就是它常用的一些应用 并且在这边 你还可以自己去添加 点击最上面的加号 就可以把你一些常用的应用 给添加进去 在这个界面的最上边 就是整个的一个状态栏 好 外观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点击系统设置看一下 进去之后 就是非常简洁的一个设置界面 目前我用的是一个网线 所以在有线里面已经分配了IP地址 如果你不用有线的话 用无线也是可以的 并且它WiFi还是一个WiFi6的 最下面是蓝牙 我想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关心蓝牙的问题 其实蓝牙是支持多个配件的 比如现在我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使用的TV蓝牙的遥控器 所以这个小的盒子 也是支持第三方的蓝牙的遥控器的 显示设置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4K60盒子进行显示的 屏幕缩放这个功能 它也是保留的 假如说你的界面不完整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稍微的微调一下 再来就是声音方面的一些设置 目前是默认的输出 下面还有一个选项是圆码输出 音量毫无疑问 它没有CEC的音量 它的音量就是指系统的音量 目前我用的是内部的存储空间 它是一个32GB的一个存储空间 一般人就是够用了 如果说你还觉得不够的话 你还可以加一个M.2固态硬盘 在高级设置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直接就进入到最原始的 安卓11的设置界面了 也就是说原始的设置界面 它也是保留的 如果你想开启开发者模式 就得进到原始的界面里面去找 在系统信息里面 就已经标注了 CPU型号内存存储空间 这边我再插播一句 系统 它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系统 它还支持系统助手 我们点击系统助手 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系统竟然可以帮助你去刷机 这边你可以自己选择系统 我们点击选择系统 这边就已经列出了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它适配过的一些系统 比如说Linux的无邦图20 或者是第三方的安卓11 就非常齐全 甚至如果说都没有的话 你在这边你还可以进行文件的选择 选择你硬盘里面的镜像 就是这个小功能 我认为是比较实用的 当你手边不方便用电脑的时候 用这个功能非常方便 比如说我要安装在MDR固态硬盘上 最后开始制作 然后它就开始下载 下载完毕之后 它就开始写入 那么下次再启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Linux系统 作为你的桌面系统了 我们打开我的应用 好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文件管理器 如果你想下载第三方的应用的话 你可以通过文件管理器 然后再加一个U盘的方式来安装 当然你也可以用应用推荐里面 我们打开应用推荐 好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实它已经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应用 已经非常齐全了 比如说优酷腾讯爱奇艺 包括当备市场 这里面都有了 点击下载 点击确定 整个过程它都是在背后进行的 并且这个过程是无感的 安装也是静幕安装的 好 安装完爱奇艺之后 我们简单看一下 看看它支持的一些情况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支持4K的清晰度的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不过它真气硬化 4K Max HDR不太清楚 能不能支持 我们试一下 爱奇艺的真气硬化 我试了一下 就HDR是支持的 不过杜比音效我点开之后就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这可能还存在了一定兼容性的问题 不过其实问题不大 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是不会用到这个功能的 而且HDR相对于我们自己下载HDR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就不一一给大家试了 这些基础的功能肯定都是支持的 我们来测试一下本地视频的这些影片 说到本地视频 我们就想到了它自家影库 看看它表现怎么样 好 点击影库之后 你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我之前读取的NAS中的一些影片 目前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些它是没有正常识别的 所以它海报墙还没有那么的完整 然后这边是影库的管理 我们可以在影库管理里面去添加我们想要的影片 它是支持这么多种方式的 比如说它可以从内置存储去读取影片 或者是M.2的固定硬盘读取影片 当然也可以支持DLNA 如果你家里边有玩客云 或者是自建的MB服务器的话 这边都会列出来 当然我觉得最常用的还是SMB的这种局域网共享 但是这边我点击之后发现就是获取文件失败 它可能是一个bug 然后点击右侧加号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手动去添加 我们想要的局域网的地址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之前添加的 而且它影库只能识别到群晖的共享空间 就是它下边一层可能就识别不到了 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下面我们就简单的试用一下影库 大家可以看到它加载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并且目前已经开启了HDR的模式 所以整个画面都是没有任何卡顿的 我们再快进看看 也是OK的 没有问题 速度还是挺快的 所以这部影片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主要是测试它的播放能力 至于软件方面 我也是希望团队以后 再仔细的去优化一下影库 目前做的一些功能没有那么的完善 我们还是用这个比较强大的播放器 Cody试一下 现在用的是Cody的19.1 也就是目前这个系统预装的 比如说这个大黄蜂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加载速度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原盘还是比较大的 好 目前就已经成功的加载出来了 所以它播放原盘也是OK的 用Cody去播放也是没有问题的 几乎是没有什么卡顿的 目前我是用的网线 因为它带了一个千兆的网口 所以说我们直接用网线去操作 目前局域网播放起来 跟本地是差不多的 也已经打开了HDR的模式 我们再点击返回键退出 大家就可以看到 目前已经是普通的SDR了 所以它的HDR的自适应也已经做进去了 还是非常快的 Cody播放器 它播放实力非常的强大 游戏方面肯定也是不在话下的 我正好也准备了一个腾讯的游戏手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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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终于到了最后的总结时间了 这边我想总结一下它的优缺点 当然优缺点只是针对于它作为电视盒子这个场景 优点方面 首先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接口异常的丰富 所以说它的可扩展性非常强 无论是接U盘或者是接一定用盘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支持TF卡 第二点就是它这次创新的加入了多系统的启动菜单 这样的话即便你是个小白 你都可以非常轻松的上手 第三点就是它如果作为电视盒子的话 它的配置实在是非常的强 内存和硬盘最高的顶配能够达到8G加128G 所以它的配置是毋庸置疑的非常的高 最后再说一点 如果你把它放在客厅接上网线之后 甚至可以作为一个远程的下载器来使用 无论你身材何时 你都可以打开手机去看它的下载进度 包括控制它的暂停或者是下载 好了说过了优点之后 必须要说几点缺点 第一点就是它作为电视盒子 没有HDMI CEC的功能 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 毕竟现在很多人都习惯使用一个遥控器 去控制电视盒子和电视机 让它们之间产生联动 当你按下Power键的时候 可以一同的关机或者开机 第二个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WiFi的速率 我经过测试大概也就是260Mbps到310Mbps之间 我认为这个速度好像没有跟WiFi5拉开距离 最后一点再说比较重要的就是电视盒子内置的影库 这个软件我觉得它的UI已经做的有模有样了 但是实际的功能还是没有特别完善 比如说自动检索局域网当中的服务器 再比如说就是它加载一些ISO的圆盘的时候 有些格式是不支持的 所以目前来讲还没有那么的完善 当然了它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发现它的这个影库提取出来 放在其他的电视盒子上也能运行 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有一天他们把这个影库做好的话 我相信其他的电视盒子也会受益 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以上就是我关于电视盒子或者Station PC的一个感受和使用体验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讨论的地方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一个视频再见